去年11月13号晚上,法国巴黎市区的餐厅、咖啡厅和剧院在短时间里遭遇连环恐怖袭击,造成130个人死亡。 当时正在举行一场摇滚演唱会的巴塔克兰剧院受创最严重,在恐怖分子的血腥屠杀下造成了90个人死亡。 恐袭之后,浴血的剧院关闭整修了一年,如今这座近于19世纪的音乐厅已经恢复到恐袭之前的模样, 昨天重新开放,英国摇滚歌手Steam是打头阵重登巴塔克兰剧院的歌手。 然后,祝福生命和音乐,为了表现这个历史室的场合作。 所以,之前开始,我希望我们观察一分钟,我们不会忘记它。 Stink带领众人哀悼一分钟之后 以脆弱这首歌来开启这场演唱会 唱着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这场演唱会除了邀请法国文人 部长及人物出席 还包括剧院恐习案的幸存者 见证剧院浴血重生的历史性一天 勉励法国人经过血腥洗礼之后 重新振作和团结 我非常感激烈的在那里 有很多能力和能力在座座的座座 而Stink带领了一个精彩的工作 享受人们 享受人们的失败 享受人们的社会 享受人们的社会 享受人们的平均 这是第一次我去的 我感觉了一种感觉 但我感觉了一种很酷的 我感觉了一种很酷的 我感觉了一种很酷的 而在剧院外头则驻守了大批警猎 许多人戴着白色玫瑰和蜡烛到场哀悼 一名恐习幸存者指出 要重回旧地非常的难受 但是这个晚上他决定回来 让自己回到过去的生活 不过要法国音乐人重踏这个舞台 似乎困难得多 至今已经定场演出的歌手当中 只有两成是法国人 剧院总监表示 不能够让剧院沦为林木或是坟地 但是对于巴黎音乐人 还无法跨出这道心理阴影 表示完全理解 NB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